大家好,我是韩玄博士 经常有学生问 老师,为什么你总是会说 好的终身区就是解决高音的最好的基石 然后为什么有很多的老师会说 我们一定要找这个地方 找这个头身共鸣 然后找什么面罩共鸣 然后这些 是的,面罩共鸣 头腔共鸣 腔体的共鸣都没有错 这些概念都没有错 但是呢,这些概念被很多人给误解了 那么很多人唱高音 要么是捏到最高的那个音上面去的 挤到最高音上面去的 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很多的男高音 你说他唱不了高音吧 他唱上去了 挤到那边,然后捏到那里 你会觉得他那个高音 你都在提心吊胆 你都会替他紧张一下 哇,他终于挤上去了 可是他美吗?他并不美 所以这也就是说一个腔体的共鸣 让很多人给理解坏了 我们先来说说胸腔共鸣 Chest Voice 我们说Chest Voice 我们这整个的胸腔 腔体的共鸣 那么就自然音语 你比方说我们在中低声区 然后说 你的胸腔共鸣 你听到你的声带的这个震动啊 这个声音啊 他就是自然的 就是很美的 那我们到中高声区呢 我们说女生要用浑声 男生呢 在这一块一定要学会让声音来解压 就是怎么样 在中高声区的时候 一定不要使着那么大的劲 一定要用你的气息 还要有一定的cover 你的声音的这样的方法 让你自己的声音能竖起来 那么这个竖起来 然后准备好高音的前提是什么 气息 你的呼吸一定要准备好 所以我经常会说 当你想要唱最棒的高音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想看 我的地基好了没有 我的地基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经常会给学生们说 如果你想要唱一个非常棒的高音 你首先要打好你的地基 你想要多高的楼 你要建造多么有质量的地基 多深的地基 所以这些学生们总会说 那高音不就是找一下头腔共鸣吗 我为什么还要想下面 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一个气息的支持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通道 你唱上去的高音是怎么上去的 是挤在那捏在那的 那么很好玩的一个 就是有一些著名的歌唱家 他们教学生也是这样的 说是一定要找这个 共鸣 从这个点抽出去 同学们 你自己去试一试 你从这个点这么样抽出去 然后去找着的那个高音 是怎么样的声音 录下来自己听一听 你自己都受不了 你比方说 我找一个高音 我不要去想气息什么的 我就按照这些 歌唱家教我的这个 我就从这个点出发 你自己这样捏的 你自己都很难受 那么 但凡唱得好的一些歌唱家 你去听他的高音 他的高音绝对不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说唱到什么 大都会歌剧院去 他也不会唱到什么世界去 他的声音高音绝对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教呢 他也并不知道这些方法 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那么教学和演唱 其实是两码事情 所以高音 我们来做一个示范 先听听看 你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找这个声音 你把你的气息什么的 你就先不管了 只找这个声音 你听听看 你听听看 我们试试看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仅仅不要去想下面 我就去找这个头声 我自己很难做到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说 不想下面 不管下面 然后只想着这个 头像共鸣 只从这个点出发 能找到高音的的话 我觉得 那你确实还是个能人 如果说有学生 能这样做到的话 不去想下面 只想着做这个点 唱好高音的的话 请你把你的视频发给我 这倒是我一个研究的 一个论点 那么往往我会说 气息准备好 通道准备好 然后你再去唱高音 不要想 我这个高音要唱多高 你只想 我要唱这么高的音 我要向下延伸 我要让我的气息准备好 我要让我的横隔膜 打开的更多 然后我让通道 更加的通畅 喉味低一点 保持住 请你们仔细看我的表情 我经常会说 你有多紧张 你这个高音 你的表情 就会怎么样出卖你 所以说 你松下来 想你的气息 然后让自己先平静下来 气息准备好了吗 横隔膜打开了吗 通道准备好了吗 打哈欠的感觉准备好了吗 然后呢 松下来 嘴巴松开了吗 口腔 里面准备好了吗 注意看我的表情 你们肯定能听到我的声音的流动啊 声音的这样 肯定 我现在在用一个录音器 所以说 你们肯定听到这个录音器 受不了我的声音的那种 嘶嘶 就是已经抱平了的声音 你知道吧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歌剧演员你知道我们的声音的这个频率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这些录音器都受不了我的声音 所以之前原来我录声音的时候我都会不用录音器 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话筒能忍受得了我们的这种声音的这种频率 你知道吗 高频音 所以说这就是高音 你想要唱多高的高音 包括嗨C 我们来做一个嗨C 这是嗨C 听听看 所以如果说你去想 你听到这个声音有多单薄吗 我们说最害怕听到的就是这么单薄的声音 而且这样的声音它的频率是达不到非常好的 就是听到人耳朵里是让人舒适的那种声音的 而真正学会发声的方法的时候 你要用好你的这个横格膜呀 你的通道的时候呢 你这个声音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在现场听就更加舒服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就会分辨出来 穿透力和非常好的声音流动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希望呢 这样一个概念能给大家在解决高音 练习高音上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冲击力 然后能让你们改变一下概念 不是单着这个单薄的这个点 而是打好你的气息 吸气的一个基础 否则的话 你未来你在高音上面 你不要说你唱一个舒服的高音 还想要做什么渐强渐弱了 因为渐强渐弱全靠气息来控制啊 所以想要唱好高音 还能控制好声音的强弱 你想想看 找这个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打好你扎实的中低声区的基础 想要有多棒的高音 你先要唱好健康的中低声区 健康的 这句话 品一品 好吗 好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韩玄博士 请记住 声乐演唱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 希望你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